因为小朋友在吃羊腿肉的时候 那它属于一种高热量 但低脂肪的部位 哦 明白明白 第一步呢 这个做法呢 其实就跟做割贴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提示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说这个菜的关键就在于 这个馅儿怎么去做 调馅儿 那调馅就涉及到去腥啊 增香啊 是吧 宝贝有没有爱吃那个羊肉割贴 羊肉包子的那种爱好 有没有 有 喜欢吃 喜欢 喜欢吃谁做的 还是喜欢吃饭店的 喜欢吃饭店的 那饭店妈妈根本不做 家里人也不怎么做羊肉是吧 第一步呢 我先把这个肉馅儿呢 给它放到进去搅动一下 但是为了追求这个肉馅儿 这个口感呢 今天会特别的加入一些这个笋进去 笋 那这个笋怎么处理呢 我们把它切成小末 小丁是吧 对 不要太大 哦 理解了 那羊肉我们大家都说 到秋冬季节要吃要吃要吃 对 为什么刚才说这么多呢 我们到现在也认为羊肉 它是去寒功能特别强 滋补的效果更好 因为它虽然是温补 但是它不进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吃完之后也不会流鼻血啊 也不会上火呀 很少是这样的发生的 它是温补不是进补 很温性的这种补法 所以它与寒呢 滋补的效果就更好了 尤其是手脚冰娘的女性 对 是这个 我听说这个羊肉啊 是唯一一个不长肉的肉 总体来说呢 它的蛋白质含量高一些 脂肪含量略微低一些 对 是是是 当然我们还得看部位 最瘦的选择相对来讲 瘦一点的羊肉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个笋丝呢 切成了这个磨 然后呢 现在我们把这个浆一切成磨 那我们再处理这个姜的时候呢 尽量把这个姜的磨切得细一点 这个姜呢 因为我们总是在讲秋冬的进阳的时候 我们手脚冰娘 羊肉也是 你要想促进外周循环的 进一步的增强 而让循环循环充分地利用起来 你手脚就热乎了 姜 羊肉 都是比有可少的 哦 要吃 所以来一点 是吧 那我们所有的配料呢 食物上的配料 已经全部搞定了 聚齐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加调味了 因为这个菜呢 本身呢 我们不会再调味了 所以说我们在一次调味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菜的味道 一次调好 是 那盐放多少呢 大概放七克左右 就是一勺半 好 一勺半的盐 调盐 跟调这个羊肉饺子 像一样的 对 一勺盐 然后呢 一点点的去的这个 料酒 料酒 一点点的料酒 大约一小勺 好 然后干嘛 一点点的孜然粉 孜然粉 不用孜然的力 是吧 孜然力的话 吃到自己的感觉 嚼起来都能吃到 非常浓郁的味道 所以说我还是担心小朋友 跟吃姜一样 不适口 不适口 所以我们改成这种 润物细无声的这个孜然粉 润物细无声 对 哇 秦老师真的古代诗词好通晓 对呀 我不光是壮 我也很有文化 对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料都在里面了 那这个我们准备一个筷子 当然如果你家里 不需要用筷子 用手也是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搅拌均匀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我们鲜拌 后筷的这种节奏 那鲜拌是为什么呢 把这个肉馅和这个调料呢 尽可能的给它装在一起 这个对 这个鲜吧 他们拌在一起之后 再想他们怎么去完美地 融在一起 对 我中有你 然后呢 现在看着呢 就这个肉馅和这个菜 基本就融合在一起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速度 让这个肉馅上劲 OK 来 但加速度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干嘛呢 一定要顺度一个方向 这个就跟大家 做包子馅饺子饭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发现这个筷子 还是真的没有我的手好用 对呀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动作 是干嘛呢 是提起来 揣一下 提起来 揣一下 提起来 揣一下 跟和面似的 对 跟和面洗衣服的 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让它 是这样上劲的 但是即便是我用手措 但是我还是 进入一个方向 就始终不要打乱 这个的纤维 刚才起劲了 这个顺序 我认识的男人 真的很帅气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开始准备 我们这个皮了 好 这个皮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尽量把它 做成一个正方形 然后把这个肉馅 包在里面 但是为了让这个肉馅 包的时候 在里面这个煎的时候 它不动呢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 上一点酱火 酱火 所以给它沾上 对 不是502 是酱火 其实开玩笑了 那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水淀粉 水淀粉 但这个水淀粉呢 是做粘合剂用 所以说我们在做测的时候呢 要稠一点点 你看到它不是水状 而是像酱糊状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调一个酱火 对 因为我们拿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干嘛 沾 沾 对 沾馅是吧 那我们在包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非常注意的地方 就是 这是我自己的小心得 就是你在包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一先预算一下 你要包多大 那至于包多大 其实没有规定了 那规定是什么呢 就看你家里锅有多大 比如说我们今天 做了这么大锅 那可能包出来 也只有这么大 那作为可以规划一下 那大约怎么个折法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拿一个手套呢 沾一点这个水淀粉 给它抹上 给它涂起来 你看涂上一点 不用涂很多 就是让它挂上一层就可以了 不要让它吃起来 凸了很多 吃起来嘴里感觉的面面 那就不好了 大叔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豆皮给它呢 提前给它煮一下呢 就说我刚才说了 那我们在做这个菜的时候 这个豆皮呢 只要起一个表面脆 里面肉馅多 这种口感 所以说 如果你这个里面水分很多的话 那在煎制过程当中 你要中发的水分就越多 对啊 所以说 懂于是在给你自己 挖一个陷阱跳进去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种干的是最好的了 反正干的是好的 对 反正是更好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这一点面积 所以说不需要整个都涂过来 涂了越多 吃到嘴里的口感 面就越多 所以我们只要 提前涂出这么一点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肉馅放进去 这么狠啊 看起来 放上肉馅进去 那这个做这个菜的观念在于什么 关于在于这个肉馅这个厚度 对 那很多人说 这个是不是跟锅贴一样 这个皮包下大 特别的好吃 虽然说概念上是这个样子的 但大家想不想 涂了越厚 那我需要煎制 让它熟的时间就越长 越久 越久 那我个人建议 这个肉馅涂到多厚呢 大约半公分到七毫米 哦 半公分到七毫米 最多最多 不要超过一厘米 因为你时间长的时候 有很多人掌握火不好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情况 外面已经焦了 在里面还不熟 哦 所以说我们大家 如果第一次做这个菜的话 不妨就可以涂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随着你记忆的增长呢 可以入下上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 哦 理解理解 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就好用我们的手就可以了 把它压一下 你看我现在就把它压出了一个这种 长方形的形状 这个形状代表什么 代表是刚才我目测好了 这个以后要包 你的锅的大小 锅所存在的大小 我现在也是正好在这个位置上 涂满了这个淀粉 对的 有道理 好 这个手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包它了 然后包的时候呢 每做一层的时候呢 再涂一点淀粉 这样它就老老的粘住 这有点像什么 做春卷 用一点像做那个素烧鹅 对对对 素烧鹅 但素烧鹅里面放的是笋丝 那些东西 它纯素的 对纯素的 对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一个纯肉的 对 好棒哦 真的大叔 您今天这个卷看起来就是很像是 喜欢小朋友喜欢吃东西 小朋友喜欢吃丸子啊 喜欢吃香肠啊 是不是这一类东西 好 你要我最后做成这样之后呢 你看我们先预留一下 大概这个位置呢 我再把它打开 那这一刻就把它涂满 这个菜真的让我觉得出其不易 是吗 对呀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而且我能想象到它以后出来的口感 一咬到外面酥酥的里面 哇 还有个香味 那最后我们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它有一点边边角角 是 那我把它给切掉 那现在我就会得到一张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小的平的一个卷 大家看啊 这个菜做好了之后的感觉是一马平川 对 它很让如底 今天段运达这个四个字的成语显示一下 真是好棒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煎制它了 这边请 大厨 好 那煎制它这个菜的时候呢 不要用太多的油 油有多少呢 我个人感觉 越来像在家里煎带鱼的感觉 哦 明白 就是让它这个 慢慢这一层就可以了 是是 那这个煎这个油温 大家需要几层热呢 三层热下锅 慢慢慢慢 慢慢煎到五层热 明白明白 如果你一下去就五层热的话 你在熟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就说你肉馅不熟 你的这个油豆皮颜色已经变了 哦 那这个菜做出来的颜色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是金黄带银 当这个油面上这个油呢 起连衣的时候 对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现在基本上油温就可以了 对 我们就要放进去 煎炸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底下这边放进去 厚的 厚的那边放进去 厚皮的那边 对 放进去 哦 炸一炸它 那你尽量控制这个油温 那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油温呢 还是为了避免出现 肉馅不熟这种情况 哦 你看这边一煎的话 它两面呢 就是那微微的金黄色了 那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用碧菜的那边 慢慢把它给煎熟 哦 因为那一侧煎透它 煎透就可以了 大家需要煎三到五分钟 干嘛现在我们的梁梁妈妈 深情狂往地看着我们的大厨 此时此刻充满着一些 崇拜的情感 是 是不是 很棒 做饭特别帅 我觉得也是 这是一个懒做的女人 发出来真实的心声 你看这里已经煎得差不多了 是吧 对 我们把它 这个煎的时候需要翻面 当我们看到两面都是金黄色的时候呢 它颜色够了 脆度也够了 那我们怎么判断好不好呢 我们可以用产能去压一下 表面也很脆呢 那里面肉馅又很挺实 那基本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那我们今天出锅之前呢 可以再添上一张那个吸油纸 添上吸油纸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让它多余的油汁吸出去 吸出来 对 这样在吃到嘴里是口感的 脆酥 但不油腻 给它铲出来 这就可以了 是吧 真的里面肉很挺实 对 是吧 你可以直接呢 给它切好 对 大家直接就可以品尝了 另外一道呢 适合我们的这个腐竹 和我们今天的羊肉来配 做个小包菜 我们这道内有钱坤的锅贴羊肉 已经制作完成了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吧 制作这道菜品的主要食材有 羊腿肉 油豆皮 冬笋 冬笋 葱和姜 第一步 羊肉剁成肉馅 冬笋切粒 再切姜末 葱花备用 第二步 调制肉馅 碗中放入羊肉 冬笋 葱花和姜末 再加入少许盐 料酒 孜然粉 使用筷子顺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需要提醒您的是 调制肉馅时要先慢速搅动 让肉和调味料充分搅匀后 再快速转动 使肉馅上劲 另外 肉和调味料搅匀后 您也可以直接用手把肉馅敲打上劲 第三步 把油豆皮展开 涂抹少量水淀粉 再放入肉馅 用手压平 使肉馅的厚度在5毫米到7毫米左右 用油豆皮把羊肉包成长方形 需要提醒您的是 包裹羊肉时 水淀粉要起到降糊的作用 所以每一层油豆皮之间 都要涂抹水淀粉粘牢 大厨有情提示您 制作的锅贴羊肉 不宜过大 要以平底锅的尺寸为准 第四步 锅中倒油 油温三成热时 调小火 放入锅贴羊肉煎制 底面呈现金黄色后 翻面继续煎制 待两面都煎制硬挺 肉质挺实 出锅切成小块 这样 这道外酥里嫩的 锅贴羊肉就制作完成了 赶快动手试试吧 谢谢大家